除了陈哲远之外,吴磊和赵露斯的CP粉丝正兴奋地期待着他们在2023微博之夜的相遇。 1月9日,刚刚过去的2023微博之夜宣布了将于1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活动的嘉宾名单。 据悉,男演员吴磊正式宣布将参加2023微博之夜。 更加特别的是,她将与美丽的女演员赵露斯一同亮相,为这对情侣的粉丝们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相遇。 这一消息让粉丝社区沸腾不已,充满了兴奋和担忧,尤其是那些支持吴磊和赵露斯关系的人。 这是自2023年12月17日星光大奖之夜活动以来。 一个多月以来,两人再次有机会在一场大型活动中共同露面。 95年小花赵露斯此前也确认将参加2023微博之夜,为中国娱乐圈两位杰出的艺人带来了一场令人期待的合作。 这不仅是展示他们在表演艺术上卓越才华的机会,还是让粉丝看到他们在同一舞台上共同表现,增添了期待和兴奋。 粉丝们无法忘记星光大奖之夜中的可爱瞬间,吴磊在赵露斯登台领奖时眼神深情。 这让网络用户坐立不安,引发了对两人关系的特别关注浪潮。 尽管赵露斯的新影片《神隐》正与王安宇主演在热映,但观众们仍然积极地支持吴磊和赵露斯的船,而不是王安宇和赵露斯,尤其是在这一系列可爱瞬间之后。 他们在舞台上的默契使期待和兴奋不断增加,令粉丝们迫不及待期待着在2023微博之夜上的相遇。 随着越来越多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期望,预计2023微博之夜的相遇将成为一场特别的盛会,不仅是吴磊和赵露斯粉丝社区的狂欢,也是所有热爱中国娱乐的人们的狂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